严厉打击、涉疫、违法犯罪 针对妨害、传染病防治、编造再发、虚假疫情 不配合疫情检测、拒绝隔离治疗等违法犯罪行为 紧盯、致受假裂、口罩等防疫物资、非法处置、医疗废物等违法犯罪活动 广批线索演员、强化破案攻坚、依法从严从快惩处 坚决维护疫情防控秩序和良好社会秩序 7月20日以来,官机关即使查处、涉疫违法犯罪案件1054起 打击处理1785人